這次是原味的 冰糖 黃儀 這個是原味的 然後這個是泰式酸辣味道 烫烫烫烫烫烫 烫烫烫烫烫 好 請開 哇 有雞肉 桂鳥跟豬肉 菜色很豐富耶 好了 我們看完螢火從他準備回去了 我覺得 真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麗科斯 大家好 我是麗麗 歡迎來到 麗麗體玩 我們今天要出去玩了 那現在在洗車場先加油 今天要去哪裡知道嗎 不知道 看螢火蟲 我們今天要去看螢火蟲 現在是4月份要準備5月份 又來到螢火蟲的季節 那螢火蟲的季節大概都是4月到6月 全台灣都有 那在主力比較深山的部分 我們好幾年前曾經去三星期看螢火蟲 那這次我們要去不一樣的地方看螢火蟲 想要看螢火蟲的觀眾 跟我們一起走吧 GO 我們第一站來到老洋方塊酥 我們都沒來過對不對 大家應該都吃過方塊酥 可是不知道它的工廠 其實就在嘉義這邊 那也不知道它的生產過程 我們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嗎 有啦 沒有吃過 我們算是這一間而已 好吧 那我們進去看看 它到底是怎麼做的吧 走 GO 我們現在在這裡 就用到一千出來是嗎 本口有一隻 這是狗狗嗎 還是方塊酥 方塊酥狗狗 去咬它 咬不到 其實這裡已經到雲林交界處了 所以劍無三四階就在旁邊 口燈尼石城堡就在這裡的對面 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可以其實去這幾個經典看看 1979年就有方塊酥了 歷史悠久 它的口味好多種喔 我都忘記長什麼樣子 有嗎 我們後來買的都是這個LOGO的 就是它的生產線的圖畫 好大 地上有老洋方塊酥的大富翁 我們來到方塊酥 走去吃方塊酥 你想吃什麼口味 我要吃鮮蛋黃 我想要吃 我也要吃巧克力 走 GO 這阿里山方塊酥的禮盒很可愛 這裡也有日月潭禮盒很可愛 好可愛耶 然後用手拿著 你吃手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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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讓我來試吃看看 滿香的耶 可是 吃完有點渴 一定要睡耶 它那個芝麻香還滿香的 真的喔 芝麻那個鹹香 芝麻還滿香的 我們現在在吃原味了 比較稍微甜一點 我覺得 聞味得比較好吃耶 個人口味啊 我是比較喜歡原味 芝心地瓜口味 吃看看 你看 我覺得比較好吃耶 稍微甜一點 不會那麼的乾 喔有那個 我吃到最後一個韻味 有一個甜地瓜的味道出來 到最後有點地瓜糗的那種味道 那還不錯 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蔥爆鹹蛋黃是這邊賣的第三名牌 蔥爆鹹蛋黃 它很像鹹餅 這是那種澎湖的鹹餅 再加上一點點鹹蛋黃的味道 你搖喔搖喔 你說這個是什麼 蒜香奶油口味的 奶油飯是很香的 蒜香味道好像有點重 好吃 我覺得好吃 沒有那麼甜喔 它沒有那麼甜 它前面你一開始吃的時候會有蒜口味道 可是你到最後就是那個鹹味就出來了 而且是蔥爆鹹蛋黃 這是鮮餅 紅鮮餅 再加鹹蛋黃 後面 後面後面 可是因為我剛剛吃那個蒜味 我現在吃這個其實 沒有差太多 可是它最後有一個鹹蛋黃的韻味出來 蔥爆鹹蛋黃好吃 新的蔥爆鹹蛋黃好吃 我現在只有一個感想 就是我嘴巴很渴 賣的好的品香 第一名是小黃貝 第二名是奶油飯香蒜 第三名是超濃起司 它第一名反而是小黃貝 我們沒有吃到 對啊 它小黃貝沒有試吃 所以我很好奇 它到底是什麼味道 到底是跟小黃貝有沒有一樣 你到底試吃海白口味的 海白口味的 滷滷通通 瘦瘦 我們剛才想吃黑糖 可是沒有 我現在補了 試看看 嗯 黑糖的比較好吃 比麥千好吃 不一樣的甜 黑糖多了一個黑糖的味道 甜味 那它原味可能是 這種麥糖 那黑白巧克力都有 我不知道 這是巧克力對不對 它裡的很漂亮 我們買一盒試試看 走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這是什麼 鹹蛋黃魚皮 香辣紅味 魚皮是酥炸的 它是真的用魚皮做的嗎 是在鮮蛋黃魚皮 黃魚皮 這個是原味的 然後這個是 泰式酸辣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鹹蛋黃味 我們晚上試試看哪一個比較好吃 箱子的話外面直接拿就可以了 喔 謝謝 這邊它有提供輕食站 擔心買開頭的時候可以裝箱 還不錯 開始裝箱 交代理 以前那個老闆 他是跟著一個姓楊的師傅 學識面師 然後他就 就是專研啊 然後慢慢就研究出方塊書 方塊書這個東西 然後為了感謝那個老師 所以他取名叫老楊方塊書 喔 這是老闆不信仰 喔 看他一眼的就是 這裡 帶大可 跟帶慢青 跟楊師傅學 喔 這裡是他整個方塊書的製造流程 哇 這個是他的整個生產 流水線的工廠 冷卻堂 DIY教室 我們有幫你買了一個DIY方塊書 一個人 199 他是一個方塊書卡 只有一點的課程跟兩點 我們是報名兩點 我們現在要準備進去了 過方塊書之前要先洗手 這個是今天DIY的所有的原料分道具 我們現在要打開放到白色圓上面 一片一片拿出來 來喔 就缺角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最大塊正當石頭 拿出來 好 對齊放一片 手都放開 OK 好 那在底部 放好是白色圓上面 好 再塗兩次 OK 好 手手先不要離開喔 另外一隻手手幫老師拿糖刷 用力擠多一點 對 靠的餅乾好 有對齊喔 有對到嗎 有齁 好 那你手手放開 好 好 那你手手放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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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靠你 Click 你快點 你沒歪丟 好 好 OK OK 就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洋方塊書我們逛完了 整個園區沒有很大 那其中有一半是伴手禮區 其實蠻新奇的 跟小時候的記憶不太一樣 多了很多不同的口味 那除了吃東西以外 也有可以讓小朋友DIY的地方 那我覺得以半日遊 或者是一個中繼的景點 還算不錯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 好 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地點 我們第二站來到 武坑華山 好心情泡腳咖啡 這邊泡一下腳 喝個下午茶 超chill 走上來之前先要爬個好漢坡 你才可以泡腳 之所以會選這家 是因為我們多年前來過 覺得還不錯 我們選擇二樓第二床的位置 我們來到這間好心情泡腳咖啡 所以從華山上來不會很遠 大概開車十幾分鐘就到了 那一個人泡腳是250可以遮地 你在這裡的消費 那他會給你一個中藥包 跟一個完成插腳的 好啦 我要開始泡腳了 那是一邊熱的一邊冷的嗎 對 喔 很熱耶 看 你要不要先沖一下洗一下 左邊是熱的 好像很燙耶 試試看水溫如何 喔 燙燙燙燙燙燙 喔 本來在台湾 是33度 他現在來到一路鎮 變成23度 他竟然有10度這麼多 直接從夏天變秋天 所以來泡腳 這適合不過 讚 我們點了一個巧克力松鼓 看起來蠻好吃的 不錯 冰淇淋瓶 嗯 好喝 酥酥碎退 然後上面又冰冰的 炒冰淇淋 他們吃著冰的下面泡熱的 冰火兩重天 你吃的是什麼口味 有 太樂氣 對不對 蠻好喝的 冰火五重天 那感覺很像早上麵泡的牛奶 有一點像啊 就是加了冰淇淋的味道 你的褲子拉那麼高幹嘛 今天褲子會掉掉了 你一直腳放那邊 一直腳放這邊 進去啊 這邊就很近耶 如果說這兩個就可以 喝喝喝喝 現在有微風在吹 好舒服喔 不知不覺就想睡覺了 想睡覺了 好 請開始你的表演 喂 有聽到聲音嗎 我可以兩隻腳 我們現在泡完了要準備去民宿了 還好我們來的時間算比較早耶 你看現在已經進去了 幾乎客滿了 哇 這個地點真的是很夯喔 大家都來這邊 泡腳喝咖啡 其實來晚一點也可以看夜景啦 所以實在是非常的chill 今天能見度不好所以 沒辦法 我們今天來到民宿這裡了 它裡面的路口 超漂亮的 我們現在進去裡面看看吧 哇 我們今天是住小木屋 它裡面蠻大的耶 兩張酸人床 它整個空間是很漂亮的 它裡面真的蠻大間的 小木屋的鑰匙 哇 好大一根啊 樹葉 大戶外這邊有個很可愛的小水池 裡面養了好幾種魚 哇 你看那個椅子 舒服嗎 坐坐看 爬下去 哇 舒服嗎 好奇怪這個 哇 我跟媽媽講很酷耶 這個椅子很酷耶 很斜耶 這樣子 可是我有點疑問是 它放在室外不會受草嗎 蛤 哈哈 可是其實這裡還可以讓人家煮飯 是不是 這裡有涼杯耶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不知道 那個是在 測量下雨的 如果它下到這裡 就代表說它已經下了100mm 就是它下了這麼高的雨 哪裡 哪裡有沒有看到 沒有 有看到貓頭鷹 門口兩隻貓頭鷹 他不是真的 我要真的 什麼 看 一定要幸福喔 一定要幸福喔 我們的位置在西的旁邊 哇 我們上菜了 第一道是什麼 好像是 餅子三層肉 哇 有雞肉 貴尿跟豬肉 菜色很豐富耶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尤其是這個雞肉有沒有看到 吃吃看它的雞肉 它是 很辣醬 很入味 外皮又很脆 更嫩多汁 不是很乾的那種 看它的肉 肥肥嫩嫩 感覺它的豬肉的肉 比較緊實一點 它的皮比較Q 很軟 這是因為 我在運動的關係 是因為 這個已經滿出來了 哇 很新鮮耶 非常的嫩 很嫩很嫩很嫩很新鮮 很好吃 我來試試看它的 菜脯雞肉湯 其實 雞肉蠻大塊的 它雞肉 應該是菜脯的味道 就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湯有香菇跟菜脯的味道 滿好喝的 嗯 滿特殊的 我在平地沒有吃過 我們這個 華山風味餐 那是 四菜一湯 大人總共一個人六百塊 小孩一個人三百五 其實以它分量來講 我覺得還不算太貴 CP值滿高的 而且可以吃得很飽 現在吃飽了 要來報名 看螢火蟲的活動 賣由 銀林二零二三 銀光好哈 華山群 這是華山 銀林建政府辦的 華山賞銀活動 藝文活動 現在要等 等一下 應該有一些導覽的影片 要先解說 然後再一起帶去看螢火蟲 所以現在這邊集合 談判賞銀活動是從 四月十五號到六月十八 我們現在在遊客中間 先來看一個影片 等它在一起 再上去看螢火蟲 很多 我現在是外來的店家 這邊設置的 大家年輕人都打門出門 我們要進入賞銀區 一片黑暗 完全什麼都看不到 還不太到 一片黑暗 還不太到 可是山頂上人莽為患 好了我們看完螢火蟲 要準備回去了 我覺得人比螢火蟲多 不過導覽員有說 螢火蟲的多寡 跟濕度有關係 我們上去三零溪 那個量真的比較多 那最近因為沒有什麼下 所以量真的是稀疏 那加上人潮又很多 所以人比螢火蟲多 我覺得這邊的缺點是 它從遊客中心上來 會走車道 你要需要一直閃車的狀況 所以相較來講比較危險 我們現在要來試吃巧克力的方塊出門 好打開來看看 把我開 哇 一片一片喔 我們來看一下 拆一個來試試看 有巧克力 有巧克力味的 欸喲 巧克力 砂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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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巧克力味的 哇 好黑喔 黑黑黑 好硬喔 好硬 好吃嗎 好吃 妳為什麼要在床上吃 嗯 因為就是妳的床 現在要來試吃魚皮 先試試哪一個 妮妮只能吃鹹蛋黃 先開鹹蛋黃 好像地瓜 好吃嗎 很脆 很脆 鹹蛋黃味道 沒有到非常的重 這樣還OK 蠻香的而且很脆 剛剛有聽到那個烤烤烤的聲音嗎 有啊 魚皮本來就有黑的地方 我要吃泰式魚皮 那就先開泰式魚皮 雞有味道嗎 我想吃 聞聞 聞起來 你就會覺得好像是 就是餅乾的味道 一般的餅乾 就是那種 比如說是蝦餅那種的味道 你自己聞聞看 你覺得會好吃嗎 這其實超有味道的 超有味道 超有味道 所以是酸辣的口味 對 聞起來沒味道 就很像泰國的餅乾 什麼小老闆海苔之類的 聞起來沒味道 但吃出來就很沒味道 對它有一個酸辣口味 那個味道跟這個一模一樣 聞起來真的沒味道 吃起來真的很香 聞聞 我聞聞 好像聞起來也還好 說不定吃起來不一樣 吃看看嗎 然後你會說 好好吃喔 好吃嗎 有酥這兩個嗎 辣 就是原味的 然後加了辣 泰色比較好吃 嗯